YouTuber其实算是艺人的一种 因为以前的时候你要做艺人 你要有那个媒体公司来碰你 现在已经是走自媒体的 形态了对不对 制作一个影片上传一个影片的成本是什么 你手机就可以拍一个影片 你每一个人有一个 account就可以上传所以 你有成本吗 我用的是什么相机你知道吗 我用的是iPhone SE的front camera 所以是720p罢了 YouTuber赚钱的生意 绝对不是靠那个YouTube流量的 广告费的 绝对不是的 YouTuber这些艺人 这些线上的艺人 没有这个企业的意思 哈喽 你们好 我是马来西亚男孩郑彬彬彬 在我身旁的这个就是我们的 理财哥哥 Spark 张开亮来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Spark 我很熟悉的声音 你的这个语调 我们在我们的台湾 现在很流行一个叫做 然后我觉得 在马来西亚有一个 可以称得上 理财哥哥的就是我们Spark 然后他也是我们整个YouTube界里面的一股清流 当大家都在想着怎么 恶整啊 想着怎么 娱乐 娱乐啊 然后呢 Spark一直在转型的教大家怎么去 理财啊 怎么去投资啊 我相信很多的YouTuber 他不敢踏入YouTuber 第一个门槛就是说 没有团队帮忙 我要拍短片又没有人 然后我要 我要剪接又没有人帮忙 我只会讲 可是我也不会 所以你现在已经是 我觉得算是已经是上了一个轨道的YouTuber 算是算是啊 对而且已经不只是YouTuber这么简单 还是 企业家 投资专家 Facebook之类的 现在的小孩子 现在的00后 几乎你问他们 你的梦想是什么 以前我们那个年代 好像现在已经差很大 以前我们还是 医生 还是 还有什么 律师之类的 现在YouTuber 或者是所谓的Instagram 或者是什么抖音TikTok 是现在最流行的这个行业 就是说小孩子的志愿啊 对他们的第一志愿啊 其实你怎么看待我们现在的这个志愿 OK你看回以前啊 我们讲的是说律师 医生跟什么飞机师 但是有没有一个 有没有其中一部分的人 他的梦想是要成为偶像团体的 成为艺人的吗 有有有 所以现在 我觉得只是一个形式的转换 YouTuber其实算是艺人的一种 因为以前的时候你要做艺人 你要有那个媒体公司来碰你 现在已经是走自媒体的 形态了对不对 所以你也是一个自媒体对吗 所以你是一个媒体的 然后你就是那个 那个家的艺人 可是你的这个 只会成为做YouTuber 所以我觉得是说 他们想要做YouTuber 我觉得是一个很正常的 是就跟以前有人要当歌手 要当 艺人是一样的东西 可是以前大家提到当歌手 当演员 大家就 或者是劝孩子你不要 但是现在好像不太一样了 现在大家会觉得 YouTuber的那个门槛好像比艺人低很多 你觉得吗 这个门槛是非常非常非常低的 你想想看哈 什么是一个YouTuber 意思是 今天你知道有一个影片上传到YouTube 你算不算是一个YouTuber 可以算是 可以算是对吗 所以然后 制作一个影片上传一个影片的成本是什么 你手机就可以拍一个影片 你每一个人有一个 account就可以上传到YouTube 你有成本吗 其实你觉得一个人要当YouTuber 你觉得他是在创业吗 我觉得绝对是创业 原理是 什么叫创业 创业是说你要 第一个是你自己当老板 第二个是 他是有一定的投资在那边的 所以你今天你在做YouTube YouTuber这个行业的时候 第一你是为自己打工 你是为自己打工吗 对不对 第二是有投资吗 有啊 因为你需要投入你的时间 精力 去拍 去剪辑 而且就是这个投资来的 因为不是每一个人 就是一个影片两个影片就爆红 应该没有多少个 没有多少个嘛 对不对 至少可能半年一年 这样子才开始 慢慢经营有起色嘛 一开始要做YouTuber 我需要多少的那个钱 可能很多身为 就是想要做这个YouTuber的 他们会担心 我是不是需要投资一个相机 我是不是需要投资一个电脑 你觉得呢 其实那个 成本最低可以 从多少开始 其实从 从你身边的器材开始 就可以了 身边的器材 就是说根本是零成本的 好像 我跟你说我从零 到 100K的Follower啦 我用的是什么相机 你知道吗 我用的是iPhone SE Front Camera 哇是哦 所以是720P罢了 哇 我就是拿下一个相机 这样子 这样这样这样子 这样子放着 然后这样子拍吧 哇这个真的不知道 然后我用的是Sony Vegas 所以是很很 很很 又便宜 又免费 crack的是不是 我们试用版试用版 试用版 先试用版 OK所以 这个成本 第2章 根本都不用什么成本的 然后我有一个朋友 剪辑影片 用的是手机罢了 所以 你觉得需要 特别去花费来 做这个影片吗 其实是 不用特别花费的 可是有一个要注意的 就是说 你投入的实现成本 这个是我觉得是唯一的成本 其实你可以分享一下 你怎么透过YouTuber 这个行业赚钱 你撇开你其他的 业配 其他的 收入来源 但是YouTube 你方便透露 已经 这样子差不多 一个月大不了 七八百美金 这样子吧 你很大方 八百啊 很多YouTuber不讲 算得出的吗 网上查到啦 算得出的喔 可是是大概而已 差不多 八百美金左右 每个月 八百美金的话 算到来就是 三千多了 其实三千多对于一个 一个普通人来讲 他还算是一个不错的收入了 我 只能讲 你看啊 我做了这样久啦 才有差不多三千六这样子 对吗 然后 你想 我们是 知识型YouTuber OK 知识型YouTuber其实比较辛苦的一点是什么 第一个 输入 高 产出低 要准备功夫 我们准备功夫算很长的 可能我要写那篇稿出来是吗 可能我是需要花三天的时间 做那个research整理 确认对不对 在那边算一下看什么 所以三天的时间 做好了 然后才上一个影片 然后尤其那个 那个观看率是比较低一点的 因为相比 我问你这个世界上 学习知识的人比较多 还是想看娱乐片的人比较多 娱乐片的应该比较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输入高 产出低 你一个礼拜一个影片 其实很吃力的 你知道吗 这样你觉得像我们这种 YouTuber 你觉得他 收入稳定吗 他是一个 算是一个高风险的 行业吗 YouTuber肯定收入是不稳定的 很不稳定 因为 看嘛 主要YouTuber赚钱的生意 绝对不是靠那个YouTube流量的 广告费的 绝对不是的 一定是业配 跟那种 我们讲联盟推广 那边赚钱的 联盟推广是怎样的 就是 Aflip Marketing 就是说好像 有些YouTuber会说 OK 这个相机很好 OK 如果你要 你们有兴趣要买的话 可以透过下面的链接 这种就叫联盟推广 Amazon那边他们就会 会给你点 这样子拉扎 那也是可以啊 可能用你的号码买 对 对 这种才是最赚钱的东西 然后这种东西其实是起伏不定的 你这个月接到业配下个月不一定有的 所以肯定是一个起起落落的 所以其实YouTuber真正的收入 可能70%还是要看外面的 是 当你是创作者的时候 又是像我 我是这种 知识型的创作者 并然说我需要 很多东西 然后才来 做影片 对不对 对 所以时间就是我的本钱 你去谈业配什么是吗 是不是需要时间 也是需要本钱 而且 不一定谈得成的 对 像我们这种 行业的话 你觉得我们去 申请贷款 或者是买车 你觉得这个成功率会大吗 如果你的职业就是YouTuber 这个是取决于 不过我讲一般上 比较难 一般上真的比较难 原因是什么 不是YouTuber这个行业很难 而是YouTuber这些艺人 这些线上的艺人 没有这个企业的意识 意识 没有那个 对对对 我是零意识 零意识 就是说 你今天的收入 你是自购人士对吗 对不对 我问你 你有自己的盈利表吗 你最近每七年赚了多少钱你知道吗 我可能要上去Google XM查一下 对吗 你觉得也配你 你有没有把它立在一起 对没有 你连你自己都不知道 对对 请问你怎样知道 你怎样赔走你的贷款 所以其实这不只是YouTuber 面对的问题 只要你是自购人士 就是如果你没有 所谓的 包税什么 包税或者是整理你的那个财务报表的话 你都是很难 很难啊 可是YouTuber更加没有 他没有那个意识 怎么去解决呢 就是从今天开始 你借到业配 你又开始记账 所以 只要自己这样记就好吗 就去看我的影片 自负人士怎样包税 好 我们去 好等一下留那个link 好这样子 最后的话你有什么想 对这些 想要成为YouTuber的人说吗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YouTuber做什么啦 我觉得做什么行业都能赚钱 最重要你要做到 专精神 就是你要做到很厉害 然后 专业 精准 然后有神度 你就做到很 很厉害就对了咯 但是由于 现在YouTuber这个门量太低了 不能说白花其放 你要从当中 脱颖而出 是比较难的事情 所以 做YouTuber不是说你 拿一个手机这样子拍拍拍 就可以了的 你看现在比较 火的YouTuber 都不是 随随便便就是一个YouTuber的 现在你俩离克带泰 用一年就 不到一年就一百万了 对对对 Follower了 OK 可是我问你 你要成为你克带泰你要多少年 他是一个博士生 对对对对 他活了那么多年成为一个博士生 所以大家可能 他是一个创业者 大家可能看到的只是 张夏频道 凯涉的事情 或者是 你第一个影片发布的事情 嗯 那其实你在 还是你的影片之间 你所学习到 你所累积到的 那段时间是很很长的 是是是 所以 对于很多想做YouTube的人来讲 我觉得就是大家要 就是 找到自己的特色 对 找到自己的特色 然后 不要因为那个门槛太低而 轻易的进出 我觉得有时候门槛太低 是一个双刃倒来的 就是 他太容易进了 太容易进的同时也代表你很容易输 其实对我来讲 YouTube的成功之道就是 就是 简直 一定是 最最最最重要的 坚持 好 坚持 好 这样子我们今天的这个 采访我们的这个 理财哥哥 就到这里 然后呢 我们记得订阅我们 Spark亮的这个频道 Spark 张开亮 记得订阅我 然后呢 如果大家还想要看我访问谁 可能访问 他的好朋友的好业 也可以让我知道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明镜与点点栏目